大家好!欢迎来到MK2新闻频道!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连续几天霸占收视榜,谭松韵的作品真的值得期待! 近日,谭松韵新剧迎风而行连续9天霸榜,稳坐收视榜首! 可以说谭松韵主演的电视剧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,它的戏份也是让人期待! 正能量!为了能够演好这个角色,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,谭松韵还要求给自己身上浇冷水进行拍摄。 由于要拍谭松韵接受冷水耐力测试的镜头,他主动要求降低水温,并加了冰块。 旁边负责倒冰块的两位外国演员一脸心疼,生怕小姑娘扛不住,但谭松韵一再要求重拍,以期做到最大完美状态! 难怪他出演的这部剧受到了那么多观众的好评! 谭松韵自进入演艺圈以来,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。 直到出演了《最好的我们》和《旋风少女》,他才小有名气。 满满的胶原蛋白,他的脸上似乎永远看不到岁月留下的痕迹。 刚出道的时候,他在《甄嬛传》中饰演了多少人春归,让人难以理解。 他看起来活泼灵动。 剧中他直播了几集就下线了,但他的演技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。 在后来的影视作品中,他也凭借出色的演技征服了众多观众。 其实,谭松韵是一个有很多积累的人,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彻底垮掉。 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,母亲的离开让他非常痛苦,一时间陷入了悲痛之中, 但不管谭松韵多么悲伤,他都没有放弃过生活。 追求,在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时期后,他找回了自信,重整旗鼓,重新出发, 然后用一部很好的作品与观众见面。 对于谭松韵来说,没有他过不去的坎。 他也希望妈妈能一直见证他的成长。 就算妈妈不在身边了,他也要表现得像个真正的大人。 在最新作品《迎风而行》中,谭松韵饰演一位热血女飞行员,全身心投入飞行事业。 由于身份和性别的尴尬,他在剧组不受重视,甚至处处被牵着走。 镇压,他的搭档是王凯饰演的男主。 男主经历了飞机失事,导致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离开。 也因此,一直以来,他都非常重视飞行任务,以至于对谭松韵的要求更加严格。 他不允许有任何差错,因为这不仅是一个飞行员的使命,更是一个飞行员应该履行的承诺。 整部剧的重点是一个比较冷门的职业,所以没有太多傻白甜的角色,更多的是激励人们努力工作过上更好生活的积极向上的想法。 Energy Spirit也因此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好评。 时至今日,该剧依然位居收视榜首,成为影视作品中的一匹黑马。 相信接下来的剧情会更加精彩。 也希望今年谭松韵能够揭拍更多优秀的作品,给观众更多不一样的惊喜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